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得獎者 恭喜吳文達先生獲得我們全民運動推展獎 各位貴賓 各位教練 還有我們各位運動員 大家好 本人等了四十年 四十年才拿到今天的這個大獎 我們已經在民國六十一年開始 舉辦了青春培今年剛好是第三十五節 我現在還是每天在打野球 每一次的比賽我還是親身的倡議 還有誰弘麗已經要更帶 帶頓的更宏布的在西北下一代 這兩年 一向熱愛體育的吳文達先生 因頸椎神經受到壓迫 影響行走 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五日 住進林口長庚醫院 並決定開刀治療 術後於醫院進養 妻子蔡秀珍女士 每天一早便到醫院報到 陪伴丈夫 我認識她 她是經典 經典的經典的經典 所以她這麼手才不會這樣 抓不完啦 不想拿筷子來吃飯啦 不想拿筷子來吃飯啦 落在那裡想想 擱擱擱擱擱 她到底是要開刀 還不開刀 本來她是不愛做啦 我是說 要不然妳就 很愛漂亮 妳要落筷子 落得很漂亮 讓我們來創一創一下 妳手就不注意了 就可以落筷子了 她的老家 來到台北蒙甲從商 於廣州街剝皮寮一帶 落地生根 民國十八年 吳文達出生 排行老二 不愛念書的吳文達 念過龍山 老松兩間小學 十四歲的時候 考上基隆水產職業學校 在校表現優異 做生意的念頭 也在此慢慢滋漲 我們那個教室 是那個秉營 是階段室 它比較大 所以都坐在後面 我是坐在上頭 以前看我好像小老弟 很糟糕 以前我的印象是 體格很好 運動 選手 你還說 當鋼 我們都是這樣扭 這樣扭 它不是有 以前都這樣扭 大車輪 這樣扭 那邊每班的同學都說 這要體育 還是要體育 很爽 十六歲的吳文達 水產學校還沒畢業 便在基隆堂哥 吳山筒開的五金行裡 半工半讀 頭腦機靈 企圖心旺盛 十八歲就開設生平第一家五金行 鄭隆行 事業就此展開 也在那時候 吳文達解釋一輩子的牽手 蔡秀珍 在上海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十七歲了而已 住這裡 逢比一路 一百四十六號 這裡就是阿伯他們 他在街人的水產 在他們唐國這麼大 他都在蓋房子 房子 從大陸 從福祉 從平來 都停在海邊下的 蔡秀珍 如果缺用什麼 阿伯都去給阿孫 他如果缺我的藥 他還是缺... 蔡秀珍用的東西都有 就來把三湯阿伯 給他拿去阿伯 賺錢 他就特別比較普通人 比較不一樣 我們爸爸媽媽 看路就嫁他了 我們蔡秀珍 傍傍 都聽北父的話 對啊 對啊 看路是這樣好像... 很...很遠道啦 對啊 我也不敢自己看 我也不敢自己說話 在山桶兄的撮河下 二十二歲的吳文達 將小他一歲的蔡秀珍取進門 兩人也將家庭與事業 從基隆搬回台北廣州街 有了蔡秀珍這位貼心協內住 吳文達在外更加打拼奮鬥 我們的廚 阿公的實在的廚 我就是這間啦 這間啊 本來這個... 這個門是在這邊這裡 有一個門在的 一個三年車 可以出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門 這三年車 阿公全用的三年車 可以在這裡出一個 這裡擺兩百辦公桌 那... 那邊第一隻是阿公 對不對 那這邊的第一隻是爸爸 對啊 這要阿伯 一個人又直接擺公桌 這樣 這沒有多久阿伯 他就... 設一個公司啊 這兩隻是媽媽的 拿... 拿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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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大行 那時候美國整家很少 很少人知道是美國整家 或是日本整家 所以阿伯生理做了都不錯 都去找美國整家的東西 再買來交保機關 阿伯在做相關的事業 他就要記賬什麼 小嬰兒一口 阿伯以前都有 麻眉 她照顧那個瓶跟這個瓶 這樣這樣 阿伯就一樣 隨著子女們相繼出生 吳文達努力為家人打拚的鬥志 更加强烈 事业版图慢慢拓展之际 却在27岁遇到被倒账的难关 在父亲吴正培的相处下得以化解 也让他在往后开创事业上 学会更小心 更稳健 民国48年 圣光五金行在承德路正式挂牌 吴文达也决定 从起家的拆船五金生意 逐渐转型为零售日本无缝钢管事业 闯出名号后 在邻近的万泉街 买下一栋全新四层楼透天措给家人住 在曼家结婚了后住了十多年 小孩就开始大小 生理做了就有钱了 所以就有钱了买房 开始买房就买在家 万泉街64号之一 我们的生理 尤其是我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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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都很亲切 我们信用都很好 都会帮我们上回上高位 所以很多客户都来找我们 所以阿伯的生理 越做就越发展起来 夏天都穿一生花 穿白皮的 穿蝎子 穿地壳 人家都叫它黑狗的 中华民国自1949年 在复兴基地的台湾 实行土地改革后 开始摆脱出的经济形态 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化经济迈进 民国六十年 政府开始推动十大建设 需要大量钢管建材 吴文达的事业越做越大 在他充满智慧与远见的布局下 成功地与日本 驻有金属工业诸事会社合作 将圣光从零售转型为批发商 生意蒸蒸日上的同时 吴文达也不忘发展 他最热爱的体育事业 他想赚的钱就回归到社会 他不搞政治 所以他对体育我看到很多捐赠 我们当时他在办什么比赛 或是星辰杯或世界宇球杯 全部的公司都全部动员 领域生意停了半个月 大家去做招待去帮忙接 他这个都可以贡献出来 所以体育他就很活泼 我是觉得在体育界他 因为我不太了解 但是他把赚的钱 只要是体育有需求的 他都去够 进来到现在大概33个年头 从27岁到公司 现在已经61岁了 几乎一半的青春都在这个地方 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长 学一个好态度要上杯修的福 但是要找一个好老板 那可能就上一杯要烧好的香 所以我觉得说有这种老板跟着老板 我30年都不后悔 我们会继续努力 我们会继续努力 福里市长为了要提倡这个羽球运动 所以我们在民国83年的时候 找到林口这个地点 重新再打造一间新的羽球馆 这一间就叫做林口圣光羽球馆 从民国83年开始 落成 陆陆续续举办了很多国内国际的羽球比赛 吴爸爸就是有这一份的热诚 要推广这个体育运动 他就是尽他的能力 只要体育会有这个要求 他就想尽办法去设立这个体育设施 体育场所 事业稳定发展之后 吴文达积极参与台湾体育公共事务 他曾说 运动如我生命 就是希望将自己一生最挚爱的羽球 推展给每一个人 从民国61年 创立清晨碑羽球赛开始 近20年的牺牲奉献 除了拓展各级学校羽球风气外 也增加许多国际交流 并且积极培养羽球选手 为国家储备优秀人才 青晨碑是六点到八点 开始没有人比赛所有都去上班 所以第一期到第几期的当中是早上进行比赛 后来因为参加的人越多越多 所以参加比赛就像是整天的 搞这个运动 没有这种像是下跃就下跃 没有办法做下去 我们台湾的人 有些人也这么多 有些人也这么多 他比古山更多 他还这么多 但是他们拿不出来 这个方便古山他拿出来 他为了这个乌球 不晓得付出多少 一般人都知道他非常慷慨 就是很多像军方学校 他们想要练羽球 因为他们自己有做这个钢铁跟建筑 所以他们常常是捐赠羽球馆给人家练 所以一般民间都叫他羽球之父 在一场清晨碑的比赛的一个场合里面 我们就正式办一个匾 叫做羽球之父的匾给他 真的表彰他对羽球的一个贡献 各位球友 我们非常的欢迎 大家来参加我们第三四五节 清晨碑国际羽球检标赛 第一阶到第三四五节 一共有三四五年 只有本人跟我的内人 两个人从第一到三四五 不断的每一次每年都有参加 好漂亮 除推广羽球运动外 乌文达对台湾体育的贡献 不再局限单一体育项目 先后创立全国清廷协会 全国拔河协会 担任中华奥会副主席期间 更多次带团出访 增进国际交流 为台湾国际外交拓展新局面 在民国大概78还是79年的时候 温达先生成立中华民国清廷协会 这个办成以后呢 我们就参加亚洲的各种会议 国际的年会 无限的都参加 经过一阵子以后呢 他发现亚洲的独木舟呢 也是发展得不太好 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是有一个心愿啊 他希望呢 亚洲美国的清廷水准能够提升啊 所以他就每一个国家送他十艘船 然后亲自送到他国家里头去 他送的时候还发生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我要送你印度 印度呢 你要给我运过来啊 问题统统到 然后无限呢 也就是后来统统又买又重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他都一步一步来解决了这样子 全国百合社会二十几年了 说久也没很久 说队也没队 在这二十年的中间 最后要跟头前的打基礎 就是五岁座 今天有这么多人 愿意对这个咖啡来走 我知道这个领导人物 他有国际观 第一次我出去就是要讲说 你要出去办一件事情 就是让台湾成为一个 正式会员国 我们第一次是观察眼 果真的不到半年 我们就正式成为会员国了 他比别人看得更远 现在在世界杯里面很好的成绩 都是当时培养出来的选手 他对体育很热心啊 对那个巴河啊 很有兴趣 他好像把外国人巴河的那个节奏 然后还有我们的代表队用力的节奏 被他这个分析得很精细 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们要打赢荷兰队 我会看荷兰队这个人又高又大 我们的这个小巧巧的怎么会跑过去呢 所以他对这个巴河的技巧 这个力学啊 这个力学的这个应用 我觉得他非常有心得 巴河有今天的成绩 是吴文达先生的贡献 他是开创者 我想应该有一种定位 就是 我也很钦佩着他的地方 金美女中巴河队 开始参加巴人之类巴河比赛 大概在民国85年 那时候吴先生就是 巴河协会的理事长 巴河整个引进在台湾 也还算是早期 所以在技术上 我们也都是非常的缺乏 那道具上也很缺乏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 客禽客简 我们就把绳子绑在 我们学校很多树 绑在树上面对着树拉 可是这个没有互动的 实在是拉起来很辛苦 所以在86年的时候 理事长就送我们巴河绳 就因为有这个巴河绳 我们巴河队 也就能够好好的练习 那一年的寒假 理事长推荐 让金美女中的巴河队 到日本去观摩比赛 回来以后 这批的学生 更投入在这个运动当中 很快的 我们第二年 87年 我们就拿到全国的冠军 因为辽国没有体育馆 也没有在推展这个巴河运动 有一个日本的巴河教练 跟吴会长建议啊 是不是去发展 辽国的巴河运动 那么当时他是 担任亚洲会长 所以他就答应他 那么这个体育馆落成 要请吴会长跟吴夫人去参加 他们的仪式非常的隆重 在体育馆也刻了这个字 这个尖线的 吴会长尖线的这个 这个纪录奖 每年的端午节 就有荣州的竞赛 荣州赛在当时呢 有一种竞争性 北部也有 中部也有 南部也有 但是只有北部啊 在荣州赛的时候 在媒体的这个转播啊 是媒体必须要跟 我们的台北市体育会 要付钱的 我们的吴副主席啊 那时候就有那种行销的概念 他是说 我们欢迎这个媒体来报道 但是媒体呢 是应该要来 一起来推广这个运动 他是我们体育界大家都很尊敬的 是羽球之父 我觉得他不仅是羽球之父啦 他也应该说是 这个蜻蜓之父 因为是他串的吧 也应该说他是巴赫之父 因为呢 巴赫协会也是在他手中串理的 就他是好几个协会之父啊 他是 他是 他所领导的 他所领导的运动 然后很重要 他是 真正的热爱 而且他是真正的参与 所以他是一个 应该说 一个正确的领导人 真正的正确的运动的运导人 应该有的 这些特质 应该有的这些条件 他都有 但是呢 他所拥有的这些条件 在台湾的体育界 不见得可以找到很多位 这是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都不是很忙 所以我们不是说 那经常都来见面 但是我们有见面的 机会的时候 我都非常把握 对 把握跟他在一起的 跟他聊啊 对 因为总觉得说 即使 那个聊天的话 从他身上 即使坐在他跟那个 吴妈妈的旁边的话 总觉得我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总觉得自己的气质 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初期会是这个文达兄他们 他们几个朋友 差不多有14对夫妻 大概每个月的7号晚上 虚健参加夫妻参加 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最近几年都穿同样的夫妻装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都是同样的护料 同样的花纹 做的衣服 所以来示范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羡慕 最了不起的是 他事业有成的成果 整个奉献在体育事业 他是真正一个出钱出力 无私无我的在奉献 而且他本身 这个长期的投入 使得羽毛球 是要在台湾变成 运动人口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一方面平静够 一方面也够豪气 跟人家相处也非常痛快 唱歌 喝几杯酒 他都可以 所以他也是体谈的朋友 也非常多的一个人 因为他多年纪录 决于全球运动 全球运动 全球运动 运动 全球运动 而且 努力 最终也有过去 决于全球运动 因为我认为他教了他的父亲 现在他的父亲继续续续续续续支持台湾 你是我 你是我 是命的温柏 也是我念念的温柏 温柴里什么疼苦我慢走 温柴里全心满心我怕怕怕 长的地在地里的温柳 爱你的心 爱你的心 你咱的三年 亲爱的爸爸 我们两人在一九五五年的岁月结婚 专案已经牵手做过了六十二年的岁月 记得当时刚进社会生日航号 你白天跑业务 所有的生日航标公告都一手饱饭 而我在家来 一边照顾小孩 一边扶着和乡专业务 记账电影的工作 我们很认真 很踏实地一起打拼过生活 生意暂暂地成长 你觉得在社会上赚到的钱 一定要回馈给社会 我非常地赞同 一时我们就开始住进大众健康为目的 去腿电贴用事业 为了这支理念 你不少时间减资精神去奉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 许多当年新福播下的种子 现在都得到甜美丰厚的果实 就是你在平成全的一业务 你也是特定台湾体育事业 世界国地奔波努力 所以我们得到许多国家一致的 最终一战美 从六月十五日 你至今 如果靠中间 我和尊重 会期 正安 十美 从六三级回来的美丽 都在 轮流在你的北方 发作力 以前 都很努力 为你治疗 现在 你可以好好休息 你的力量 我们会继续发扬广大 我和孩子们 生子们 都以你为荣 我们永远永远爱着你 修丁净毙 你 在心中 有远永远爱着你 人生天 如有远离爱心中 有远方光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东方 何许的荒唐却活着家乡 月若黄昏荡回来的时候 一轮明月靠花也靠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东方 何许的风它吹不着家乡 日如黄昏荡回来的时候 一轮明月靠花也靠 因为有你我的父亲 像明月一样为我照亮 因为有你我的父亲 温暖风中你为我照 昨夜的风奔满在我心中 像星辰一样最后善良 是你的爱才别无限惶怀 在我心中有时难忘 也许的风奔满在我身中 感engine尾格 每天是你 想要去世